浙江新增3宗確診個案 其中2個患者由意大利回國 完成隔離後才驗出確診 3個確診患者來自同一個家庭 其中父母2人上個月10日 由意大利回國後 在北京隔離了21日 期間做過4次檢測都呈陰性 之後回到溫州市 媽媽星期三證實確診 爸爸和同住的兒子 經檢測後也證實確診 溫州市已經將患者鎖住的小區 列為封閉管理區域 展開核酸檢測 截至下午2點 已經有超過72,000人完成檢測